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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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會想要做這產品 其實是因為有一次 我回家跟我媽媽在聊天 我們聊得正開心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媽媽 突然之間很匆忙的走到廚房去 那才發現她剛剛忘記的關火 我在電子業已經服務了快20年了 我在想 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安全的東西 來給我媽媽使用 她的目標效能 她要有三大優點 第一個優點 她要能安裝簡單好用 第二個優點 她要不改變使用者的習慣 第三個 她要能主動提醒 並且能主動關閉 首先你只要將 您家的瓦斯爐的旋鈕 把它取下 換上我們的特製旋鈕 接著再把您的控制盒 把它安裝上去 這樣子就可以完成安裝 當你安裝好這個產品的時候 你只要啟動這個旋鈕 它就會開始進入15分鐘的時間 一般的煎煮炒雜 大概在10分鐘左右一定會結束 不影響你正常的一個 所謂的烹煮的習慣 我們可以根據我們所烹煮的食材 進行不同時間的調整 調整成我們想要的時間 當這個設定的時間到達的時候 它會進行鋒鳴一分鐘 來提醒使用者回來關閉爐火 如果使用者 他因為一些其他狀況 他可能外出了這時候這個裝置 他就會開始自行的關閉爐火 讓使用者不會因為忘記關閉爐火而產生任何的危險 您家自動關 自動幫您關 2018年我從研究所畢業 我想真正為這個社會做點什麼 不敢說改變這個社會 但是至少讓它變得更好 想用最簡單的東西 帶來最直接的幫助 2018年10月 我們完成了產品的設計 計劃已經完成了大部分 我想邀請你加入這個計劃 支持我們的理念 你可以使用我們的產品 或者推薦給有需要的朋友 請你參與這一個 由台灣人發起 台灣人設計 台灣人製造 在台灣實現的一家自動關